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冒过的药材才能让细胞壁膨胀 等等在敦煮的时候才能把有效成分融出 中药所含的蛋白质遇到滚水会凝固 这样反而会让细胞壁硬化 那中药的成分就无法融出了 中药中有许多水溶性的成分 比如多糖体会溶解在水中 还有一些粉末也都是有药效 所以经过的水不能倒掉 直接用这些水来煮 因为前面的药水浓度太高 继续煮没办法完全把有效物质浓出来 所以要先把已经饱和的药水倒出 重新加水继续煎煮 好